OK,來,我們再繼續 所以說起這個磁場 對自由電子的影響真的是很好玩 對不對,我們在古典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很多現象 在量子的裡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現象 古典的最簡單的現象就是 它一樣,它叫磁力線出去的方向 它就會在那個上面造成一些影響 那你要是說 像我們最簡單的就是說 在古典裡面 你要是磁力線在某個方向上的變化 它就會在空間上好像造成一個虛擬的圈圈 虛擬的圈圈 磁力線在這邊變化的時候呢 它為了要抵抗你磁力線變化 穩次電力,它就會造成一個 瞬時鐘、反時鐘、瞬時鐘、反時鐘 這樣一直變來變去的電流 OK,假設你磁場一直變化的話 所以這就是我們基本上的電磁路嘛 對不對 我們電磁路就很簡單啊 比如說 我就做一個線圈 一個柱狀 然後呢,外面有一個 當然這要是比較好的 它才會這樣做 這樣子 所以我要是畫的很 剖面圖呢 類似這樣子 這是個鐵的線圈 鐵片 形成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在這邊繞電線 繞電線呢 我就給它交流電 也就代表了一下子磁力線是這樣子過來的 一下子的磁力線是相反的 隨著時間在改變 對不對 假設沒事你這樣弄著 它就自己在那邊變來變去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但問題是它把這個埋在 你的機器裡頭 你不知道 然後上面呢 我們就放個鍋子 這鍋子呢 它立刻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呢 磁力線會一下子進 一下子出 每個地方都有感覺 這邊也是感覺一下進 一下出一下子進 一下子出一下子進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改變出一個 螺旋電流出來 Eddie Curran 假設你跟它導電度很好 完全沒有電阻了 這Eddie Curran就自己轉自己的 轉到好愉快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OK 但是 假設你給它的這個地方 有電阻 電阻就相當於 你電流架的 I平方R 它就要產生熱量 整個鍋子就會熱起來 所以假設你把一個鍋子 是玻璃擺上去 會不會加熱 會不會 不會 因為 玻璃上面又不導電 它哪來的Eddie Curran 它跟誰倒啊 你放個銅鍋上去 會不會加熱 是效率太差了 因為它電流在那邊自己 流自己的幾乎沒有什麼損耗 OK 所以我們用的WN都是比較差 你看那個玻璃的底下呢 它一定要鍍一層導電的東西 但是導電性特差 所以呢 它的電流才會被消耗掉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電 電磁路啊 基本上就是這樣 早期的電磁路才沒做那麼好 它是做什麼 它就只做成一根 好天才啊 所以磁力線呢 上面有出去 然後要從下面進來 要是反方向呢 那 它就是這樣 那鍋子擺在上面 會不會加熱 會 結果我放在桌子上面 桌子底下是鐵座的桌子 連桌子底下的鐵都被加熱 好 車廳裡頭 所有的巧克力都融成一坨 好 要是有紙的 燒起來可能都有可能 因為它很爛 它上下的特質 漏掉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 這AD客人有這個效應 那當然記住這些都是古典 它不只是有這個效應 它在這個 各位應該有去過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主題遊樂場嘛 我記得那個什麼 九族文化村 它有一個高高的優服有沒有 很高的 然後呢旁邊有好多座位啊 好 每個人都坐在這邊 哇哇叫了這樣 OK 都坐在這邊 哇可以看的好遠啊 OK 好像都快掉下去一樣的感覺 然後瞬間它就整個掉下去 咻 當然不會掉下去就蹦了 不會啦 那蹦的話就 就沒有人要回家了 對不對 那掉到後來它又煞車 現在問題是它怎麼煞車 哇 趕快煞 每個人去抱柱子 抱得緊就煞得快對不對 抱不住車就撞死了 那不行了 所以呢它能不能用一般的煞車 當然要用 但是太危險了 假設失效了怎麼辦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假設我們現在的實驗室 我們學校有兩個老師呢 有三個老師呢 我們西沙長老師 他都有微探針 你要去弄很小的東西的時候 看不到 那怎麼辦 用摸的 我們就發揮麻將功力對不對 就想去摸 喔 這一摸就知道 它是一條還是一柄 這一摸表面情況就摸出來了 但問題又是大家一起震 那你摸什麼摸 不行 所以整個記憶台都很穩定 不能震 你告訴我震動能不能消除 我們在這個地方會不會有震動 當然會有震動啊 那大家一起震 那你到底在摸誰 你摸了這個高高低低 到底是因為你自己在震呢 還是它真的表面高高低低 你整個一定要穩定下來 那你怎麼做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這麼一個載台 然後它下面呢 放一片東西 兩端呢 我放很強的磁鐵 當它在這邊震動的時候呢 它在上面會散散AD current 然後呢 它把這個能量消耗掉 它就會什麼 比較不震 OK 所有的電子天秤都是這樣做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個菜市場那個天 這個磅扇隨便一擺 然後它就可以蹭了 它不會一擺的時候 裡面不是彈簧嗎 它不是解決震盪嗎 它連震三年 那你要有兩 你怎麼量 那不行 那馬上把它停下來 它就用AD current OK 這邊有個東西啊 很好玩喔 給你們大家玩一玩 磁鐵在這 OK 我看看怎麼拔下來 OKOK 好 很好 它這個比較厚所以很好吧 所以呢 它這個磁鐵呢 我把兩個放在一起 它磁力限量出來 從左右 它破壞之下 假設我這樣放大很快 它就是自由落體很快 但假設我放在一根桿子裡面 OK 這根是什麼 鋁弱 鋁弱 是不是銅 不是 也不是鐵 鐵就吸在上面 它永遠掉不下來 對不對 所以我弄成銅也可以 但是銅呢 它掉的速度會比較快 假設放鋁 你看 假設我這樣下來 是不是我的磁力線 一直穿透兩個牆壁 所以它本來下面這邊沒有磁力線的 你磁力線進來 我這邊就產生個AD color 來抵抗你的磁力線 當你磁力線要出去的時候 我又不要你出去 又產生另外一個方向來 來補貼你跑出去的磁力線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能量消耗掉 因為這個是有電阻的 OK 所以你看看 假設我從這邊掉下來 歪掉了 因為這個磁力很脆 幸好沒有壞掉 掉的快不快 很快 但這個我就不怕了 它經過這麼久才掉下來 你的速度越快 它煞車的速度越快 所以假設我上面一條縮小管子 很快的速度掉下來 到後面馬上它就把它動住 所以呢 你弄幽浮不怕 也不怕 因為掉下來速度就是很慢 頂多屁股動一下而已 所以這個很好玩 你們自己玩一下 這個是普悟的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一旦有了磁場之後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在量子力學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被困臺死 一被困臺死之後呢 它就形成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呢 來做個 我們先看結果了 好不好 先看 我這個開也需要一段時間 先讓它慢慢開 然後我們待會兒 我先讓它把電腦打開來 看那是電腦怎麼不開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看 真正的這樣計算呢 其實很快 我可以把結果拉出來 讓大家看 但是呢 沒有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從另外一個方向找手 所以我現在開始呢 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 我就只保留幾個東西 其他通通就殺掉 OK 我就只保留幾個地方 我看看要不要用到 我看看要不要用到 好 我們呢 那現在基本上 我們要用 用一點類似古典的做法 我們來看它可能比較快 OK 可能比較快 那我們呢 就從這邊來看 假設 我們現在的 動能呢 它是P P會等於一般的 H8K 再下C分之Q的A 對不對 我們一個是古典的 一個就是一般的 的momentum H8K 都一個自由電子而已 OK 那麼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對於我們一個P 因為現在呢 我們的電子呢 在這個平面上面 我們現在眼光只注重在這個平面 它一定要繞圈圈 一定要繞圈圈 要繞圈圈的時候 這個P啊 DOTDR呢 本分要形成鑄坡 它形成鑄坡的時候 它有幾個條件 N 再加上比如說電子是二分之一 二πH8 它會形成鑄坡 OK 那我們把這個呢 寫成這樣 OK 是 抱歉抱歉 不是平行 是垂直於磁場方向 的moment OK 那麼 就相當於我對這個圈圈 這樣積分 那這樣積分呢 我可以把上面這個帶進來 它是等於H8K DOTDR 再加上C分之Q A DOTDR 對不對 我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麼其中的這個呢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叫做第一項 這個叫做第二項 OK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先做個東西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力量 是等於Q V cross B 力量又等於什麼 對動量的時間微分 這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這個會等於什麼 H8 DK DR 那DT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會變成Q R是什麼 那V就是位置對時間的積分 來 我們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將這兩個 兩段的同時積分 是不是我們就會變成為 Q DR DT Cross B 也會等於H8 DK DT 對時間積分 對不對 OK 那麼這樣一來呢 這邊就會得到Moment H8K 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 這個東西 它會垂 它這個東西是固定的 我們B是固定場 因為在目前裡面 都是Constant 所以它不隨時間改變 所以只有這邊有積分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就可以 更進步的變成C分之Q C怎麼不見了 對對對 這邊微分完之後會跑出來 OK 那我們這邊 繼續 OK 所以最後面呢 我們的H8K呢 就可以變成C分之Q R Cross B OK OK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第一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呢 我們本來是H8K DR 對不對 OK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C分之Q R Cross B Dot DR 或者是我把這個Cross 顛倒 負的C分之Q B Cross R DR OK B是常數吧 所以這個呢 經過簡單的像那樣的運作 B呢 就可以提出來 OK 它就會等於什麼樣 R Cross DR OK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 我把這個畫大一點 把這個圈圈畫大一點 把這個圈圈畫大一點 意思是說 這個是R 所以這個R 有所改變 改變到這個地方 那麼 這個地方呢 就是DR OK 那當然兩個是垂直的 因為它是圓圖運動 所以這一看就知道 R Cross DR R Cross DR 得到的方向 跟B一樣 所以兩個 就完全一樣了 那麼這個就會變成什麼樣 這就是列式面積 對不對 那麼你就會得到 這個 Phi Phi是什麼 Magnetic Flux OK Define成什麼呢 B A OK 面積 Area 垂直於B的面積 彭比第二個 C分之Q的A A Dot DR A Dot DR OK 然後我們可以從Stops定理 它可以轉換成為CurrA Dot DA 面積 C 然後呢 這個就是B 這個就是通量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上面的這個 最上面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個 左邊是N 再加上二分之一 再乘上2piH8 這個 那等於1加2 1呢 負的C分之Q兩倍 再加上一倍 是不是你負了一倍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來呢 馬上就可以告訴我們 很重要一件事情 Flux的本身呢 Flux的本身呢 是被quantize Flux本來只是個φ 但是現在發覺這裡面跟N有關係 也就Flux的本身的量 是被quantize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沒有 我們固定裡面呢 我們說的flux BA 我可以面積固定 然後B大一點 那麼它就大一點 B小一點 它就小一點 這兩個當中的變化是連續的 但量子力學告訴你 No 它不是連續 各位有沒有發覺 這個好像什麼 好像早期在做電容器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我電可以加多一點 然後呢 它的 也就是說 電荷的本身呢 電量可以是連續的早期嘛 對不對 後來發覺 電量可不可以連續 不行 它那個最小的量 那麼小的量 就是1 6乘9乘10的負 0點多少 1點6乘10的負 19次上 酷了 對不對 我們如果才不知道 電量本身是量子化 它這邊告訴你 不只是電可以被量子化 連磁的flux 本身也是量子化 OK 所以我們常常就問一個問題 當你把這個 這個被丟到裡面去 跑的時候 那麼AD current 半徑有多少 這是很古典的想法 對不對 以量子力學來的想法來講 我只有有個磁數 我就把它當作 它本身是量子化 所以電子的電量 我就 電量我就不會 好像水的概念一樣 我就會變成一顆一顆粒子的概念一樣 電量很多 就代表很多顆電子 我的磁數很 磁通量很大 就代表我很多很多的磁數 集合起來 所以我們常常說磁數 我們就用電力線的方向 的方式來看看 這個非常有道理 這就好像你用人工的把它綁起來一朵花一樣 每一根都是標準的磁數 然後我把它束縛住 OK 這個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繼續要來思考一個問題 這邊只是告訴我們 一個很好玩的事情而已 好 我們原來 而且這個計算環的 這個 最小單位量是多少 你知道嗎 Flux unit 是不是等於 你 假設這邊是1的話 每一個變化是1的話 這個 這個 是不是它的unit的量 當然 我這邊是講電子嘛 所以我會放1 2分之1嘛 對不對 假設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你看2√h√c等於1 這個數字啊 大概4乘上10的-7次方Gauss 讀你平方公分 OK 這是Fauss 這是什麼意思 各位拿在手上那個磁鐵 它的端點的輸出啊 最強的地方大概有5000高斯左右 4.5高斯左右 OK 那麼 假設在你拿一個線圈 所以 1米 1公分平方 你把它靠近 裡面的Flux呢 就是多少 5000高斯每平方公分 OK 但是它告訴你 裡面的那個數字啊 是相當有很多條 尺數穿過去 每一條尺數是4乘到4的-7次方高斯 那平方公分 假設我拿地詞 我這麼拿一個線圈 放在地詞 超像南北 超像南北 南北在那邊 這樣子 穿過這邊的地詞之後 我們的地詞 在我們這邊是0.35個高斯 所以它只有0.35個高斯 每平方公分 假設我拿個線圈這樣放 even這麼小的地詞 就代表它有一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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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一堆 尺數在這裡頭 什麼時候看得到尺數你知道嗎 這超導體裡頭就可以看得到 超導體有一種叫第二類的超導體 你這張加到一定長度之後 它受不了了 就好像以前念高中的時候呢 打電腦玩具打了都忘掉了 你媽媽說看一下書吧 看一下書吧 好好好 好個老半天還在打電腦玩具 所以媽媽生氣了對不對 你不再給我去看書 你給我試著試試看 好好好 電腦玩具放一下 然後看個三四秒鐘 又回來了 媽媽生氣比較多的時候呢 讀書的時間就比較長 電腦玩具的時間就比較短 對不對 什麼時候會完全讀書 當媽媽發瘋的時候 把菜刀衝過來的時候 哇那特別用功 OK 那這個就是第二類超導體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 它發生什麼事情 它要是說一個一個材料是這樣 假設無窗眼 一個平板 然後我的磁場是這樣 剛開始加的時候呢 抱歉 跑到這邊之後呢 呈現轉彎 他就是不進去 但是當你比較大的時候 他要進去 他怎麼進去 因為磁數的本身是量子化的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磁場 變成磁數的方式穿進去 他就會看到 從這邊一一一跑進去 跑到哪邊 因為磁數本身都互相排斥了嘛 對不對 假設你磁數朝上 我磁數朝上 這個磁數假設是由電流來產生的 右手電流 這個電流一定是這樣子流 對不對 流回去 那這邊電流是這樣子 假設電流是正電流的 V cross B 他那個磁數是力把它排斥掉 所以磁數本身是排斥的 OK 是排斥 他不喜歡在一起 所以呢 他一定會跑到一個地方 給你這麼一顆 然後呢 跟四面八方 全部都維持很好的距離 然後再加大一點怎麼辦 他又要跑進去 加大一點 又要跑進去 又要跑進去 最後呢 你提下來了 在某一種狀況下面呢 裡面就會形成六角形的排列 裡面呢 就會形成 比如說這邊一條 然後你就繼續拍下去 OK 怎麼拍 這樣子 它就會以六角形的排列 然後越加越強 之後它越來越密 越來越密 越來越密 密到呢 因為你穿過去的地方 就是變成正常體了 密到最後面 整個被破壞掉 OK 但是你也知道 磁數是互相排斥的 對不對 我通過電流 算不算我自己本身也有磁力纖綫 也算 所以假設我穿過去的這個線 跟我的電流在流 會產生Lawrence Force 讓這個磁數移動 比如說電流這樣一流 可能所有磁數 這邊一直貫穿進來 然後這邊一直跑掉 這邊一直貫穿進來 這邊一直跑掉 那磁數本來不跑 你現在要讓它跑 誰給的能量 當然就是你電流的能量 那就代表你電流被吃掉了 就代表它有電阻了 就代表它要發熱了 你不是做抄抄底藥 沒有電阻的嗎 你又讓它發熱 那不是沒有意義嗎 對不對 那那是怎麼辦 人就很聰明 我在上面加一些雜質 這個雜質加在上面 這個磁數跑到這邊 就會被盯住 所以你就有想像說 我通過電流的時候 夠大的電流 就像我們地板是歪掉的 然後那邊磁數就跟保鯨土一樣 一顆一顆滾進來 那邊滾進來 這邊滾進來這邊流掉 那這個時候 你輸給它的這個能量 就代表你的電流被消耗掉 那假設我在地板上挖到 保鯨球一滾進來 卡住了 就全部都卡住了 有沒有消耗能量 沒有消耗能量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流動很大的電流 所以我們系上的磁鐵 除了傳統 傳統磁鐵有了 你們量物實驗 你們那個實驗物理學 有用到傳統磁鐵 對不對 繞線圈那樣傳統磁鐵 我那邊也有傳統磁鐵 但是我們最多的是什麼 是超導磁鐵 它就是繞線圈 它可以夾很大很大的電流 但是沒有電阻 所以它可以夾 做的磁場 就可以很大很大很大 我們系上呢 那個 超導磁鐵呢 最弱的是 它最大的磁 可以達到七個特斯塔 七萬高層 是我們這個磁鐵做不到 還可以達到十四高層 假設你把氦氣也pump down 讓它更低溫的時候 它可以達到十四個特斯塔 那目前超導磁鐵做的最大大概二十個 可以買得到是二十個特斯塔 OK 是很強很強的 所以常常呢 假設它在那邊做 做實驗 它沒有修電 它只是個線圈 它磁力線四處跑 以前我們一做實驗之後 隔壁實驗室的螢幕 以前螢幕都是電子數打出來 通通變色 整個都歪掉 你知道嗎 所有影像都變不一樣 菜的顏色都變了 就好像彩虹一樣 然後磁場關掉 又彈回來 然後又做聲音 然後又上去 又掉下來 反向又 又跑到這邊 所以一條直線呢 可以一下歪 各個方向都可以歪 那你就知道 它沒有怎麼樣 修電 知道嗎 我那個才達到幾千高斯而已 要是幾個特斯拉 幾萬高斯 那非常非常簡單 OK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來玩一件事情 我把這邊採 OK 我要快一點點 好 我們再把前面的結果 你再把它寫在這邊一下 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這邊不是有對時間積分嗎 積分完之後 積分完之後 在哪邊 嗯 嗯 OK OK 我去寫 我們是不是有h bar dk dt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量子化之後呢 你把它對時間積分之後 發覺這邊有delta k 對不對 大家都有 我可不可以得到 我把這個移過來 就變成h bar c Q出下來 Q在這邊 B 寫成z就好了 B是不是就下來了 對不對 啊Q也不見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h bar c over qb delta k 英文是dk 等於delta r ok 假設我自己乘自己 記住 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delta r 是什麼 十空間的 real space 的位移量 就跟我們剛剛 呦 那個畫 那個我擦掉了是吧 這個叫什麼delta ok 那麼這個呢 在mountain space 告訴我 所以這個四十k 可以把兩方 連合起來 所以我們把它平方 平方是個呢 h bar c over qb 的平方 delta k 乘到delta k 兩個長度 相乘 就相當於面積的 所以這邊會變成s n 這邊會變成a n 本來是 長城寬氏的 你的面積a 我現在去給它的n 是因為 它本身的面積 可以被 類似量子化這樣子 ok 也就是說這個是什麼 是空間的面積 area in real space 那麼這個呢 是什麼 每一個 recipical letus point every 也就是動漲空間的一個點 ok 動漲空間的一個點 它所佔的面積 那麼 我們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fine呢 本身是被量子化的 那麼等於什麼 好 不管它 待會再寫 它本身會寫成bm an 這是古典 這是古典的 那現在a 因為已經知道 等於這樣子了 我們把它帶進來 是不是等於bm h bar c h bar c over qb 的平方 乘上sn 對不對 那 這個就很好玩啊 我可不可以把它 這個b要寫成bn呢 那麼它可能會消掉一個 那乾脆這樣子 好 ok 這會等於什麼 n 再加上二分之一 2pi h bar c over e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在moment空間的每一個點 所佔的空間 b等於 它會等於怎麼樣 ok 它會等於怎麼樣 那這樣一來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呢 在做firmity gas的時候 b等於0 我們這是動量空間 假設這是kx 這是ky 這個firmity gas呢 它的 假設這是遠心點 那我們每一個動量空間 允許的值呢 是被量子化的 它會一個點一個點 當然這邊也一樣對不對 我只是不想化那麼多 那麼每一個點所佔據的空間呢 是這麼大 那你就看看 你有多少個電子啊 你一定是從最低能量 最低能量呢 也就是最原性的地方 往外頭填 最後填呢 半斤有多大 因為外面呢 你所允許的狀態的點呢 越多 假設我填到這樣子 那外面允許的狀態點呢 越來越多 ok 我就可以把它填進去 但是現在呢 我一有B了 它的這個狀態 立刻就改變 它會變成一個怎麼樣 畫漂亮一點 這邊呢會有一些點 我先大概畫成八個點 那麼這個點呢 它可以完全按照這樣出去 那這邊有個允許的狀態 那這邊也有允許的狀態 那這邊也有允許的狀態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 SN 它每一個點所要的面積 所允許的面積 比如說這邊這麼急嘛 每一點的 分配的面積很小 這邊變得比較寬 分配的面積比較大 這邊更寬 分配的面積更大 它會隨著外加的磁場 變大而變大 ok 變大而變大 然後呢 最後就會得到一個 簡單的 我equation 先不再寫太多 看看 假如說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將這個地方 SN跟BN 把它相處一下 ok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那麼是否我們可以說 假如我B會變成另外一個B去 那麼這邊就會變成N加上1 再加上1分之1 對不對 那我把這兩個相減 你就會發現 我來讓我的磁場有所改變 每次改變的時候呢 我這個磁場的改變量 然後這個是每一個點所的面積 是固定的一個數字 它是不變的 所以當我的磁場 改變的比較多了的時候 就代表我每一個點呢 我磁場越大呢 我這個點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密 ok 越來越密 所以這個呢 馬上就告訴我們 在原先呢 以前呢 以前 沒有加外加磁場的時候 這是能量 這是density of state density of state 就是說 我這條圈圈上面 到底有幾個狀態 越多狀態 就代表它越多 我們發覺它是這樣子 ok 它會這樣上去 那麼你有很多個狀態啊 我這個能量呢 有這麼多狀態 那我這邊就相當於 N個 越 越來越密 上面呢 這邊一點點 就一堆狀態 那我現在加了磁場之後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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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那個不準了 你這邊呢 必須要怎麼樣 寬態是 ok 所以我們說 firmary level在這邊 假設在這附近呢 你上面還有很多空的能台 那我說它是導體 因為在這附近的電子 都可以被你激發 熱能激發上去 然後就可以跑來跑去啊 位子上就有空 下面呢 抱歉全部塞死 那麼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這一邊的分泌能態 在哪邊 ok 在哪邊 假設 假設呢 我現在的分泌能呢 剛好是在這邊 因為分泌能 它不太會變化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現在加了磁場之後 這一些全部都集中成一個一個能態 結果每一個能態呢 上面當然也有上面的能態 結果能態下面全馬 上面這個是空的 這個時候它會變決定體 因為呢 不然就導電很差了 但是也有一種狀況呢 它會一直改變 比如說我這邊寫兩種狀況 假設呢 這邊是沸泌能 ok 這是b等於0 b等於0 下面全部不滿 就類似這樣 我只是不畫成這樣 那這邊b呢 我可以啊 比如說 這幾個 結合起來變成一條能態 這一些狀態 記住這些狀態都是連續的 只是我墊子只填到這邊而已 這邊有個狀態 填到這裡 這裡有個狀態 ok 假設是這樣子 它就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邊這麼多能態 我的電子只填了一半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能態呢 電子只填了一半 就代表很多空了 所以我可以讓熱能去激發它 讓它什麼 所以這個呢 低電阻狀態 ok 但是呢 我持續的加磁場 加大後來呢 它能夠什麼 減病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東西被減病進去 結果我們看到我們電子只能夠重到這邊 所以變成這邊都穿滿電子 但因為你被量子化了 就變成都在這邊 所以呢它距離上面還好遠啊 它跳得上去嗎 不太容易跳得上去 因為呢熱能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是什麼樣 抱歉 對 這個是低電阻 低電阻就是很保電嘛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高電阻狀態 所以你可以隨著加電阻的時候呢 加磁場的時候呢 在很低溫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一個變化 假設這個是電 你會看到它在某個地方呢 有件oscelation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這個degener性呢 一直在改變 它所融合進來的這個量子化的現象 一直在改變 OK 好 所以這個是很基本的一個例子 那我現在呢 從這邊呢 我來 抓個東西 我先把它抓出來 然後 我待會兒等你們操完 我才把它螢幕降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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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把東西放大一下 OK 好,我現在把幾個東西 好,我們現在盡片要看到了 好,再等一下,像我這邊有個金屬 然後呢它在非常非常低溫下面 它呢,這邊是它的能量 裡面非米氣體的能量 左邊是density of state 我們現在眼光只注重在 理論上它應該像派霧線的上升 我們只注重在feminable附近的一些 橫底下的那就算了 所以我們把它模擬成它都是整個band都被填滿 記住它上面也有狀態哦 所以你看density of state這條線 可是一直上去哦 所以只是說它填滿到這邊 假設現在0度K 然後這一邊是什麼?空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它是導電的 所以我們看看我們這邊這個圖 橫座標是什麼?外加磁場 重座標呢有兩個 第一個呢,Rhoxx就是一般的電阻 沿著電流方向上的電阻 它是這個顏色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都有什麼?導電性 它都有導電性哦 OK,它並不是等於0的 應該是這個吧 忘掉了,搞不清楚是哪一個 應該是這個,對這個 它都有導電性 然後現在呢,我們讓磁場呢 漸漸漸漸的變大 就會一變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某一些開始要被量子化了 但有一些還沒有 另外呢,磁場還不夠大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赫然就發現呢 這邊的這個電阻呢 它不只是個平常的電阻過來 你先不管藍色 它這個電阻到這邊之後呢 開始有一點起伏哦 這個起伏呢 這不太能夠理解為什麼 然後我們繼續的加 然後你看看 它這邊呢 一直到達這邊的時候呢 這邊本來有很多個狀態 全部都集中在這個 小小一個範圍之內 那就代表這個範圍 這邊的density of stairs 事實上這個應該 往外頭拉過去 往外頭拉過去 OK 然後你看看 它這個地方就開始可以導電 它有好多好多空下來的位置 所以這個導電的特性 開始在這邊跳動 怎麼它每次都要這樣子 OK 假設呢 我們到了一個時候了 你看看 這些都是被量子化的狀態 就是電子通常填滿到這個地方 它上面有沒有空的能界 沒有耶 所以這個時候 它電阻突然就做不到零 它完全量不到電阻了 哦 我講錯了 這是做不到零嗎 對 這是做不到零 沒有沒有沒有 那它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再來一次 我先讓它到高點 我再看一下 嗯 它這邊都沒有那個橫格子呢 好 好 沒關係 這個時候 它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 現在的綠 這個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低點 低點呢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欸 不過這個 這個是綠色的嗎 對啊 這為什麼會是最低點 因為它上面都有開始有一些狀態了 我再讓它 我再重新調遍一下一下 OK 比如說這樣子 在這個時候呢 它在最高點 這個應該不是肉啦 這應該是conductivity啦 OK 它寫錯了 這應該是conductivity 就是導電度 這邊導電度最好啊 所以它在頭上 OK 然後呢 再下來 我們讓它跑到下面的時候再來好了 好不好 好 比如說這個時候 這個是分面類伙在這邊 下面全部填滿 結果它跳得上去嗎 不容易 所以這時候電阻值有最高的 所以那conductivity啊 這個寫錯了 conductivity要降到呢 幾乎是0 然後你再繼續下去了之後呢 這個 越來越多個state 減并到這邊過來 OK 那它的這個呢 就一直的往寬的方向前進 所以本來很多條 對不對 現在慢慢的往上拉 往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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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直的跑 一直的跑 現在所有state 都集中在這兩個 直到它呢 貫穿過去 framid surface之後呢 它就變得很好一個導體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電阻值很低 它的導電度就很高 整個就跑起來 所以我們就會看得到它的導電率啊 本身在那邊上槽下槽跳動 OK 那假設你去量hole hole就會看到step step的這個行為出現 那這個我們就稱之為quantum hole effect 要不然平常不會的 要不然平常我們要到hole effect 它就是一條線啊 古典就是這樣 但量子力學告訴你 no 我在垂直於平面方向的這個平面呢 垂直於外加磁場方向這個平面上面呢 它的行為變量子化了 它就會形成一階一階的特性上 OK 好 我們呢今天先講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呢 好要再講一個例子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講這個 減病態的這個paterpation 然後我們很快的 下個禮拜呢 我們就要開始講time dependent perturbation 好 我們就先上課到這邊 慢慢的 再上課